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咱们里面有挖机 但是今天不说挖机 所以说我买了不到一个月的平板车 现在温度高了 这里是我定做的一个刹车水箱 刚开始那个师傅给我做出来 工艺不是特别好 后面回来了 我自己又重新做了两个支架 而且前后水沙还分了两个电磁阀 可以单独的控制前后的放水量 反正就是功能好用 工艺也不能差 再来看一下我做的这个板 整个车衡量有四对双拼 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下 基本上所有的衡量 兼制都在20公分之内 而且你们看 这些做双拼的地方 都是平时受力比较大的地方 倒车看不见 倒车探头肯定少不了 这款车属于三桥4米2的轴质 发文版我用到了8个后 厂里边做好 我还不满意 回来之后自己又绞尽脑汁 花了几天时间去改良 去加固 我看不上的那些地方 动力方面 四缸 220匹 那是新车回来的时候 简直惨不忍斗 我又给他加装了真皮座椅 开车扶手 还有储物架 什么车窗膜 什么洗手的水箱 能想到的 不能想到的 基本上 全部被我加固 全部被我配袭了 但是现在 因为个人原因 只能忍痛割爱 把它处理掉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寻找到 有人把它开走